接著我們要進入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開始計算所謂的濃度 所謂的濃度就是比例 計算濃度就是計算比例 計算誰的比例 排話文叫做計算糖在糖水的比例 文言文叫做計算溶質在容易的比例 所以計算濃度就是計算比例 計算溶質在容易的比例 阿老師那你要算什麼比例 你是要算質量比還是要算體積比 還是要算什麼比 答案叫做隨便 你用不同的比例帶進去 你就得到不一樣的濃度的單位 我們國中會交三個濃度的單位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裡的重點叫做 重量百分濃度 它指的就是100公克的溶液裡面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所以它的分母就是溶液的克數 溶質就是對分子就是溶質的克數 然後呢為了要在數學上能夠留下百分符號 所以要寫個乘以百分之一百 所以要乘以百分之一百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裡的重點 重量百分濃度 溶液克數溶質克數乘百分之一百 好 每一百公克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這個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如果你要挑剔的說 克不是重量 克是質量 不過我們就不挑剔了 這個就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沒有叫做質量百分濃度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第一個 如果我的比例都用重量去帶 都用質量去帶 這個比例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那如果我不是帶它的質量 我是帶它的體積咧 它就變成所謂的體積百分濃度 每一百毫升的溶液中 所含有溶質的毫升數 比如說酒 每一百毫升的酒裡面 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這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所以公司就會變成 帶的叫做體積 溶液有幾毫升 溶質有幾毫升 數學要求乘百分之一百 代號就是BOL 英文的那個體積的前面字 BOL OK 這個通常用在酒裡面 酒啊 賣酒的那個 酒的那個濃度就是這台算的 然後我們說58度高氧 那個58度高氧 就是說體積百分濃度百分之五十八 表示你喝了一百毫升的酒裡面 有幾毫升的酒精 五十八毫升的酒精 這個呢 我們正式教是下學期 正式教下學期 下學期 體積百分濃度 百分濃度 用的是算體積的比例 算是體積的比例 每一百毫升裡面有幾毫升 還有一個我們現在不教體積莫濃度 我們下學期再跟各位教 這我們就暫時擺著不要理他 第一個叫做怎麼算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公式備好 公式備好 另外一個叫做溶解度 就是生活裡面一杯水沒有辦法無限制的溶解糖 有一個限度 這個限度叫做溶解度 我最多可以溶多少 這個限度跟溫度及壓力有關 所以我顯得一定的溫度壓力之下 一定量的溶劑 一定量的水 最多能夠溶解的溶質 能夠溶解的糖 有多少 這個叫做溶解度 溶解度 這個有多少 我們通常會用兩種方法表示 一種叫做飽和濃度 我待會會提到它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表示法 一百克的水的克這樣子 其實那個不一定是水 那個是溶劑 如果你是溶於酒精 就是一百克的酒精 如果你是溶於甲粉 就是一百克的甲粉 但是我們都在澆水溶液 所以我們就寫一百克的水溶幾克 所以呢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溫度跟壓力之下 一百克的水 最多可以溶解二十五克的溶質 一百克的水最多會溶解二十五克的溶質 就是我們溶解度這個表示法的意思 表示法的意思 OK 剛剛講過了 溶解度跟溫度及壓力有關 所以正常要寫要標示溫度 溶解度跟壓力 是多少大氣壓 多少溫度之下 但是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在一大氣壓下考慮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寫了 就是一大氣壓 就不特別寫了 但是溫度該表明 你是二十度的溶解度 還是三十度 還是四十度 還是五十度 要表明是多少溫度的溶解度 溶解度